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用花椒花煮的食譜 馬上看看有什麼材料和造花 早安 休泰有沒有芭蕉花 芭蕉花 咦 這裡 芭蕉花 選一個漂亮的給我 多少錢夠啊? 15元 15元夠 好啊 謝謝 好 買芭蕉花回去 今次我準備買鱷魚肉去煮芭蕉花 找了一個小幫手去幫忙買鱷魚肉 我們今天的材料只是三樣 大家跟著我這個做法去處理芭蕉花就可以了 這個芭蕉花在香港未必是很流行的食物 但在東南亞 台灣都很流行吃芭蕉花 趁這個時間我跟大家說說芭蕉花的功效 芭蕉花的功效有清熱 去乾火 預防高血壓和中風 還可以化痰 化痰 通經 散血和暖胃 還可以有效預防心絞痛和肺腦 芭蕉花 芭蕉花其實是男士的恩物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台灣有醫療公司 有一個重大的發現 其實芭蕉花是什麼呢 其實芭蕉花是芭蕉花 即是香蕉 香蕉樹上面一堆香蕉 下面的花就是香蕉花 芭蕉花 也可以叫 通常在香蕉園裡面 農夫都覺得沒什麼用 就扔掉它 但是台灣有一間醫療公司 就在芭蕉花當中抽取了一些物質 當中有一種叫做谷固醇的成份 就可以幫助補健前列腺的功能 對男性前列腺總大有消炎的作用 這個研究還在日內亞國際發展中 拿到這個金牌 這個芭蕉花裡面的成份 可以有效抑制前列腺的細胞增生 所以就可以補健前列腺 這個前列腺又叫做攝護腺 前列腺張大通常發生在男人身上 他們會有尿頻 漏尿 排尿的時候覺得很痛苦 如果真的有前列腺炎或前列腺張大 當然要去就醫體醫生 這個芭蕉花只是幫助輔助舒緩 現在看畫面 我們剛才把芭蕉花瀉一瀉去之後 就浸凍水30分鐘 30分鐘之後就要把水分拿乾去 去掉了結尾 之後就處理鱷魚肉 鱷魚肉切絲或剁碎 釋除專便 我就說一下鱷魚肉有什麼功效給大家認識 鱷魚肉我現在加些薑汁 因為始終它不是新鮮肉雪藏 加少許薑汁就可以去一下雪味 之後調味醃至30分鐘就可以拿去炒 鱷魚肉的脂肪含量很低 和營養都很豐富 我相信用鱷魚肉煲湯很多朋友都試過 通常有烤喘或咳都會試用鱷魚肉煲湯 但炒來吃其實都很好味 它的味道有點像雞肉味 大家都聽得多了 鱷魚肉其實是對呼吸系統有好處 對烤喘也很好的幫助 讓人煲鱷魚肉湯可以減少咳嗽 以及減少烤喘發作 或者減輕烤喘發作時候的痛苦 但除了烤喘之外 就算不是烤喘 普通咳嗽也可以煲鱷魚肉湯來喝 或者吃些鱷魚肉 鱷魚肉還可以補氣血 撞筋骨 風濕 糖尿病吃了都很好 又多個選擇 不需要常常用牛肉 豬肉 雞肉 魚肉 又多養鱷魚肉可以選擇 其實芭蕉花我試過沒有什麼味道 很淡味的 主要靠你去調味 炒完出來就是那種味道 我今次用酸甜汁去炒 蜜糖檸檬汁去炒 酸酸甜甜小朋友都很喜歡吃 或者你又可以用橄欖菜去炒 或者你又可以用辣椒去炒 如果吃到辣的落辣椒就更加野味更加好吃 其實在東南亞國家都很流行吃這個芭蕉花 我工人姐姐菲律賓他們都說 我有煮的 我在菲律賓有煮的 印尼泰國都很流行去吃這個芭蕉花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食譜分享 芭蕉花炒鱷魚肉 如果你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你來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我很快又會拍片跟大家分享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